好,我想一開始我們剛剛提到過說 在這一次的BORN 在最近的BORN討論當中的時候 我們主要有四個不大一樣的議題 首先,第一個是來自於說是 我們公司到底該不該像我們的其他同業一樣 在這邊可能使用一些給佣金之類的手段 來作為一種我們去達成到 所謂的一個銷售的方式 第二個呢,是來自於說 我們的公安這個上面來講 是不是該去採用像歐洲這樣子的標準 對於第三個是來自於說環保上面來講 我們是不是該用歐洲這樣子的標準 以及第四個 我們公司是不是現在應該真的 現在就要開始去導入所謂的一個 SAP的一個資訊系統 來達成到所謂的資訊 整個階段的資訊系統整合這樣子的目的 那首先我想我們先從第一個例子來看好了 第一個,賄賂來講 誰能夠告訴我一下說 對於中方來講的話 賄賂這種東西 你們會怎麼 賄賂這種東西到底是 我們怎麼看待賄賂 或者說做交易的時候 我要給佣金這樣子的訊息 我先不要賄賂這個字眼 我用做交易要抽佣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那個概念當中就很像是說 例如像我今天介紹一個跟你說 這個人要買房子 你有房子要賣 你賣給他之後 你給我兩趴 給我當我的佣金 我可以先把他理解成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不會給各位這麼多負面的一個直接的聯想 好,我們先來問一下 那我們有親身經驗的同學告訴我們一下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對於 就你自己的感覺來講 對於中國的社會而言的時候 我只是在大陸那邊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這些像我們說 交易中間當中 給促成中間的這些回扣之類的東西 就你們在大陸的一般社會的價值觀來看的時候 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 是違法 就你們來講是違法的 那一般社會認知來講 這種違法的行為是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 蛤? 可以做的 是,因為它是違法的行為 所以不可以做還是 那是一種不可以做的違法行為 就是不可以做的違法行為 那有沒有可以做的違法行為 沒有 真的嗎? 就是規律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有人可不可以做的 但是 我先問一下齁 在中國大陸翻牆算不算? 算不算犯法? 算嗎? 你覺得大陸 在中國大陸裡面翻牆 是不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我絕對不能跟別人講 喔 那同樣的例子 例子喔 像 這一個是 危害是有一個社會危害性的 是 然後會造成一些社會不良的影響 是 所以對於你來看的時候 你覺得中國大陸那一邊 對於這個東西是 絕對會禁止掉的 這個東西 對 像收佣金啊這些部分 它是 就是 從法律上來說應該是 就一般的社會的practice呢 社會往來的狀況 因為就是 從社會角度上說 那肯定就是 會有人 做這樣的行為 多不多? 之前 挺多 但是 再減少中 再減少中 因為 近幾年是 在大力的大壓 這樣的事情 所以 就是 放在 可能十年前這樣的大環境下 OK 所以 就你的觀察來講 是過去其實 我試試看這樣講 對不對 就你的大環 就你的觀察 在自己的觀察來講的時候 在過去來講 這種所謂的一個 收費這類的東西 可能是叫做一種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日常 但是 在這幾年來講 因為某些例如 像法律的執法 這類的狀況 或者其他的一些 價值觀這類的改變 使得這個東西的比率已經在 下來了 像這樣子的狀況 好 這是我們剛聽到我們在 各位大陸的同學 他告訴我們 他所觀察到的 在大陸的一個狀況 那 所以 在從這樣子聽來的時候 你們覺得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的時候 收費這個東西 到底是可以的還不行的 聽完他這樣講之後 他努力的告訴我們 他的觀察 那 聽完之後 你覺得是 假設你是大陸的 在大陸做生意的 當地人的時候 你覺得 做交易當中 你剛抽點佣 是可以的還是不可以的 誒我把那個關掉了是不是 糟糕 好 沒關係 那我們用舉手來講好了 你覺得是可以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的時候 你覺得 就你來講 可能是不行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換一種講法來講 在台灣 做生意 給一點佣金 是可以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是不行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比例類似了 好 那 在這個 那麼 好 那麼如果對於說 你看個案裡面看起來的感覺 對於德國人來講 交易的時候 然後給那個我要交易的對手 一點好處 例如像對手的那個 經手人 一點好處 是可以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在德國來講 是可以做這種事情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德國本地做生意的 例如像我BMW 我要買一個 我要跟輪胎廠建合約 然後呢 我就跟那個 Pristone Pristone 跟他說 我買你的這個輪胎 然後你先幫我在那個美國那邊 那個 就是 招待我去迪士尼玩一次 你覺得在 德國這樣會不會被接受 你們都覺得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異 是因為 文化上面來講 德國人就是覺得 送禮是不好的 中間抽這個東西是不好的 還是因為經濟發展程度的不一樣 因為德國人比較有錢不貪這種錢 還是你覺得是其他 覺得是文化上面 因素的人可不可以告訴我 舉一下手 兩國的文化上面就有差異的 覺得是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異的人 能不能舉一下手 請問一下經濟發展程度是指什麼 OK 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的概念指的事情是說 我想像一下 當我的國家還處於在那樣子的經濟發展的階段當中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人會不會做類似的事情 最好像是說 我決定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例如像 現在在很多的國家裡面 我們都嚴格了限制公時說 每個禮拜可能40個小時 或者35個小時 絕對不能超過 但對於某些國家來講 我們會覺得 我們必須要這樣加班 因為要加班才能賺 才能夠賺到更多的錢 這樣我們的經濟才會成長 這是台灣的文化 那就國外來講的時候 我們隨便亂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好像在馬克思當年在寫資本論的時候 他不是去了曼徹斯特那邊 考察當地的一些工廠 他看到的狀況是覺得說 英國資本主義是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看到了一堆同工 他們每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 每天髒兮兮的 吃也吃不飽 但是因為那樣子 資本家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但現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隨著英國經濟發展程度上來完之後 他們覺得說這是一個不對的事情 所以就不做了像這樣子的事 做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用量論述來看的時候 我會說 用加班上很多班 不斷的加班 不限制的加班這個東西 就英國 就這個方面來看的時候 可能是跟經濟發展程度有關 當你經濟發展程度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會洋氣掉這種所謂的一個 只要錢 不要命的工作方式 所以類似的邏輯 拉到賄賂這邊來看的時候 你們覺得說 它是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準有關 還是你覺得跟文化有關 覺得跟文化 覺得跟經濟發展程度有關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只有三四五個 我先請少數的人 跟我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你們覺得跟經濟發展程度有關 再要分享一下 就不是那麼需要了 就不是那麼需要了 你說幾號 46 喔張顏偉 所以多少錢你覺得你開始不在乎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有些國家可能是經濟發展高高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我們工作可能要安全 就是不會考養 只是說 我現在說的是收會這個部分 收會嗎 哈哈哈哈 沒有要回來這些 收會的話 要是看 對還是也是要看經濟發展 那個發展 原因 原因 原因我覺得應該 我想一下 好 我覺得跟經濟程度發展 有關系是因為 當在 當然 我是就 不一定以中國來說 所以是假以兩國 如果發展經濟程度是有差別的話 假如假國是比較落後的話 那想在那邊做生意的 他們目的性會比在先進的儀國 做了 做生意的目的性會有差別 我的意思是指 他們都是要賺錢 但是 如果他在假國是想要先取的 有可能是 通路的布局 甚至是市占率等等 那這時候他可能要跟很多人合作 原因就是把他的產品擴散出去 他那樣子跟我的收賄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可能會允許收賄 為什麼要允許收賄才能夠在我生意做得更好 就是要讓他的產品可以擴散出去 所以他可能會接受讓對方抽佣金這件事情 然後取得更多的訂單 不是不是 為什麼在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裡面 大家會比較熱衷於收賄 我認為是因為 大家 就是收賄的 想收賄這樣一個人 他會比較想要為自己 就是因為 他在 所以你覺得存賺多了就不會為自己 應該說 就是 他是有很苦習慣的吧 比較 OK 苦習慣的話 我就更應該不會再獲這個錢啊 我苦習慣了 我多這點錢幹什麼 就可以過更好生活 然後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OK 所以對你來講 我試著想辦法合理化 我試著解讀一下 你的講法可能不是很正確 在你的想像當中 當經濟發展程度比較差的國家裡面 我養家活口都覺得很痛苦了 所以這時候 如果我可以從工作之外 拿到一些額外的外快 讓我的家人過得更好的話 可能我有更高的機會 會願意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 當我們今天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我可以輕鬆的養家活口的時候 這時候去收取一些額外的錢 對於我來講 誘因不是那麼大 是因為 我沒有必要 為了一點 對我生活品質提高 沒有太高的一個誘因 去賣掉我這個人 而且尤其是在 尤其他人比較高的國家 而且在那種比較大規模的公司 他制度會比較明確跟 呃 有規則 你確定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所以如果他做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影響他自己的工作 我八卦一下好不好 台灣某家飲料公司 根據我之前聽到的說法 台灣某家飲料公司 裡面收錢收最兇的人是誰 是他們的某一位協理 因為那位協理 是老闆的姑姑 我不要講哪一家飲料公司 是個很大很大的飲料公司 幾個字幾個字 好我不能講 我不能講得太適 我只能這樣告訴你 就是 譬如說以 費脫政府 政府機構來講的話 就是你如果 就是 經濟水準沒那麼高的話 可能他們就是 不會有在社會上 會有壓力這樣 因為經濟水準越高的話 就是 可能 一些人民可能會想要追求說 就是 追求說 像是 一些比較新進國家 他們就是不收費 那種習慣這樣 所以說 他們 會盡量去圈倒 好像我一直不來 都可以 沒關係 你是不是覺得 有一個idea 帶不到怎麼把它組織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試著把它慢慢組織 大家有機會再回來講這邊 可以練習一下這樣 這是我們的目的之一 我要讓你們可以學習 把自己的想法 完整地表達出來 覺得是 這東西其實是 跟文化比較有關的人 誰可以 告訴我一下 你的一個理由跟見解 除了你覺得 跟文化有關之外 這個論點之外 有沒有別的理由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跟文化有關 文化剛剛不是最多的人舉手的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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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有很多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以前中國 不是 官員都會收費 很多 中式文化 就是 有關係就沒關係 有錢大家賺 就是華人文化都這樣子吧 所以 所以你覺得就是華人 德國人 德國人就不會 德國好像 然後 為什麼德國文化比較不會 可能再說 因為他可能基督教文明 所以我們就說 基督教文明之下 比較不會有收費的行為 而孔孟文化之下 就比較有收費的行為 會 你是有想像這樣子的論點 來推導嗎 基督教也是有煉財 就是 他們的煉財是 就是 教會 有可能 就是 收那些錢 儒罪券之類的 然後 他們 他們也會有一些很屈服的事情 只要是人都會 都會 所以那文化的 但是 不一樣的是 教會是 教會是 宗教信仰 但是中國的話是 他們有一個 行政主席 行政主席 中國社會的對象是 行政主席 好 來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覺得是文化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 為什麼會推論到是文化造成的差異 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那個長漫跑哪去了 學中在哪邊 你覺得是文化還是經濟發展 我覺得 就是經濟發展 和收不收費 就是沒有 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學什麼文化 但你又不知道文化有什麼關係 你以為在考選擇是非題喔 選擇是非那種玩法是 高中生在玩的 你已經碩士生了 你要能夠告訴我理由耶 不可以這樣子好不好 快點 有沒有理由 還是你要想一想 好 再講一個 赤虹 怎樣 我覺得是文化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認為 就很像剛剛博訓的時候 我認為 華的文化就是那種 沒有想要配搶那種關係 不管你在做生意做做什麼 我覺得做生意做什麼 最重要就是一種人情願 嗯 所以 哇 對 所以說 在這個文化的 這個基礎之下 他們就會 藉由一些物質上面的關係 建議他們可能 人情 然後 好 我認為 歐洲那邊的文化可能 比較不會 就是 重視這麼多的 所謂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他們可能 你 你這樣 如果你即將做生意的時候 可能會 提交給 第一幾大話 這種狀況就是 所以說 我認為 其實 兩邊的文化是不簡單 對 good 很好 所以 我試著用另一種方式 來陳述一下 你剛剛想告訴我的邏輯 是來自於說 就你的感覺來講 嗯 華人文化裡面是一個 重關係的文化 而關係這個東西 是我們在做交易裡面 做會考量到的東西之一 而 關係的建立本身 總是要有一些東西 來做為那個東西的物件 所以某些時候 是來自於我們長期 往來的一些紀錄 當沒有這樣子的紀錄 或者一些所謂的一個經驗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創造某些的物件 利用這個物件 來讓我們雙方可以搭乘 可以走向友誼的橋樑 用像這樣子的字眼來形容它 而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些 所謂送出給他一些好處等等 這對兩條事情是說 我 幫你當我的自己人 所以讓我們在一起 讓我們可以 一起來做些什麼事情 而反過來說 就你剛剛的講法來講 在西方文化裡面 他們在決定 我是不是要make a deal 像這樣東西的時候 我比較在乎的 並不是來自於我們 我們的 private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在乎的事情 是說 在一個 比較 pure 在商業的場合裡面的條件 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不會去在意說 是否需要用某些其他的一些物件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那個東西 來作為我 打開友誼橋樑的第一個缺口 像這樣子的工具 是不是 好 謝謝 OK 這樣子我們可以接受 可能文化是中的一種解釋 當然 可能也有可能是來自於 經濟上面的一個解釋 那 我現在好奇一件事情咯 如果你們大部分的人 覺得是文化的時候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這個 收匯的議題 現在的狀況是來自於說 王先生 他剛才準備要 快要談到一個大案子了 這時候呢 這個客戶告訴我 我可以把這個訂單給你 但是你要給我1%的一個commission 然後劉 碰到的問題是說 我們公司的政策來講 我們是不可以給commission的 這是A 除了這個之外 對劉來講 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些concern 在賄賂這個事情 除了commission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concern 一些你要考慮的事情 他 他在那個 紐約啊 還有 什麼 反正有在國外的政策市場 有上市 所以他會受國際法 那種反貪覆 受國際法 反貪覆 就是會是那種 反 反貪覆 反貪覆的那種東西 好 就個案裡面的寫法來講 他是在 他的總部 設在慕尼黑 但是他是在 紐約證交所上市交易的 而在 根據美國的法律 美國有訂出一個反貪覆法 所以 他 只要在美國這邊經營 或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如果你在Global上面 你有做出一些 賄賂的行為的話 那麼 將會 公司將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所以在這個行程之下的時候 留下碰到兩個東西囉 一是 來自於說是 對 就那個王告訴我的事情 是說 要有那個 百分之1的commission 才能夠做生意 再來呢 2 我給了錢的話 可能 萬一被美胡那邊逮到 好像就不好了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考量 有沒有其他考量 被需要放進來的 在這個決策裡面 他們的業績現在是不是 還沒有達到 還沒有達標 所以這也要考慮進去喔 好 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們覺得 覺得 理由該怎麼做 而且你要注意喔 他那個德國的夥伴 那個BD Manager 是不是也說 我們也好像也該考慮一下了 好 所以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你會 就直接跟他說 好吧 我們還是覺得 你就慢慢的 你就 勇敢的去送錢 但是不要讓我們知道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勇敢的送錢 不要讓我們知道 有一個 好 3個嗎 只有你們幾個嗎 勇敢的送錢 正一隻眼 第一隻眼 假裝我不知道 巧立明目 好 巧立明目 巧立明目不是吧 1個 我開始再問阿 2好 2有人說巧立明目是不是 來 誰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想到什麼巧立明目的方法 旅遊啊 高帶旅遊 這個訂單多少錢 來告訴我 這個訂單多少錢 個案裡面這個訂單多少錢 3千萬人 蛤 3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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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萬美元是不是 來 3千萬美元的1%是多少 30萬 30萬美金 30萬美金 你要透過一個 什麼樣的旅遊 可以讓我覺得說 這個旅遊值30萬 快點告訴我一下 去北極看幾萬 好恐怖喔 台幣20萬就夠了 謝謝 看你 再找其他人一起去嗎 哈哈 哈哈 不知道在他銷售團隊裡 哈哈 每個公司一起去 6萬 來 你們覺得這個commission 是給誰的 給那個承辦人 還是給公司的 承辦人 所以 找公司一起去 怪怪的囉 他家人啊 如果說要找公司的 蛤 找其他人陪他一起去 找其他人陪他一起去 有人說 想到方法師 一好 去北極看北極極光那邊 看極光 游艇趴 游艇趴 哈哈 你去哪裡 辦個游艇趴 需要花到 30萬美金 請韓國 沒錯 奇怪的 請名模 就算你請名模 也不需要花到 30萬美金吧 除非你今天找到 很特殊的人 五天四夜 你請 不要請一個嘛 你就請多哥一點 哈哈 好 來 先把游艇趴 先放掉 除了旅遊之外 還有什麼 像個案子 就是說 帶他去總部參訪 這個本來就不是看行程 到底做了什麼 本來就是看 要怎麼給啊 例如說他去總部的話 可能有一些 私下給錢的方式之類 再慢慢 就可以不一定是要 直接在旅遊行程上 變得很豪華 就可以用 就可能也是給錢 就比較隱密的給之類的 然後假裝是出去旅遊 我要怎麼收這個帳 可能就給現金當 那給現金我還是要出帳啊 業務獎金 應該可以做一下 業務獎金攤提掉 ok好 所以有人是說 送到那邊去 在私下工作給錢 這樣算不算賄賂 算 那本來就是賄賂啊 這個不是 這個不算 不算所有的另外 所有類似賄賂的賄賂啊 巧例迷目 來 還有什麼巧例迷目的 idea就是想到的 上個 加油 嘩 哎呀 買手套出現 危險 患夜要找白手套 難怪 找慈善基金會要把錢載進去的 這個地方你們覺得如何 還可以做CS-R 還可以頂稅 作詐 結稅 好 這個IBI已經保留下來唷 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當作業務獎金 我今天要幫我們學校購一批電腦 然後你給我一批業務獎金 這個會不會有點怪怪的 我不是你們公司的員工 你卻給了我業務獎金 好像怪怪的齁 再想想 還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我之前有聽說是去賭場換籌碼 就是他們沒有真的賭 他們就只是在那邊換錢 在賭場 沒有啊,你換成代幣 然後說我輸掉之類的 因為不會有人去場 你在玩什麼遊戲之類的 沒有 他說的事情是如果就公司的作帳來講 至少就目前我們 我們對於會計的出險了解的時候 還沒有想到一個好的方法可以 讓公司這邊帳可以消費 就消得掉 去澳門玩 帶他去澳門玩,讓他賠光 兩個結合 旅遊啊,我們就不要去北極看極光 去澳門玩,去賭場 然後就可以 好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除了巧利明木這個做法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做法 剛剛有一個是 直接給他錢 第二個事情是我們的巧利明木 如果這是文化 因為我們剛剛比較多的是文化差異對不對 文化差異代表的事情是說 這種東西可能我們必須要去 這時候考慮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這個文化有沒有可能隨著時間改變而改變 還是說不會 還是說不會 所以會的話,你是說 以前是只要收1%就好 後來變成收10% 還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以後會逐漸的消失 是消失喔 那如果以後會逐漸消失的話 你們會想 現在就先樹立典範 還是說 你會 跟帶別人的屁股後面走 所以會不會有人 想現在就拒絕他說 我絕對不能夠給你這個回饋 我頂多 招待你到我們公司來看 參訪 像這樣子的東西 但1%的commission 這個東西 我做不出來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同學 一個 是決定是要參訪這些 一般性質的社交活動 好 還有沒有想到別的做法 其實有一種可能的做法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回扣 給的是個人對不對 好 那 某些的情形之下 另外一種可能可以做的做法 搞不好是說 我可以給你一些 類似像回扣這種東西 我們叫kickback 但是我不是給你個人 我是給予你們公司 所以你可以跟公司邀功說 你們爭取到了什麼東西 那是我們給你額外service的 等於說讓你在公司也有業績 那這上面來講 等於說是 想辦法把那關係 逐漸的是從 我們對於這個承辦人之間的一個 人對人這樣子的關係 主要的建議層是一種 公司對公司的關係 那類似的例子來講的時候 是例如像說 好其實在很多的 像是 食品業裡面來講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這些食品業者 會必須要跟通路廠商 那邊來做配合 我們打一個簡單的比方來看 例如像好 你要到我們全聯來上架的時候 我現在要 這個禮拜我要打算 特賣品 叫做 林鳳銀牛奶 然後買一送一 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買一送一 是不是叫額外的成本 這個成本誰付 對 就叫林鳳銀 自己把像這樣子的東西也扛下來 所以有一些像這樣子的 pick back的方式 可能是我可以想到另外一種的方式 好 有沒有人會想說我現在重情之下 我決定 我來樹立未來的典範 我來樹立未來的典範 現在打死不送會了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你會堅持留這樣子的想法的 一個 兩個 好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就應該遵守 因為你 因為你 行賄了你就有可能 風險會被抓到 然後你抓到 可能就會影響到 你就在商場上的心理物 所以你到不如一開始就 遵守這條 就是 你在商場上 建立一個女生 就是不信心 是 好 所以你是繼續說 怕被闖牠的關係 所以決定這樣做 你呢 就是我個人認為說 他在世界上 他的 企業的形象 已經樹立成一個指標 就是他們 不要這種事情發生 包括他們德國總公司 也是 這樣的情形 然後如果你今天因為 在中國 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影響到你 整個公司的 未來部局的話 也是影響更大的 是 好 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那個什麼 在各樣後面 有那個 專家那個說明的時候 裡面也有人主張 實在說他不要 另外一家叫TNT 那個是真正的化學公司 TNT的人講說 他不會做這個事情 他覺得說 他覺得說 風向會改變的 中國應該會朝向更為 更為一種 所謂的一個透明化 這樣的一種 交易環境來著手 所以在這種環境之下的時候 他應該先把 比較高的道德標準 也樹立在那邊 那那個觀點 當然就跟別人 講到過的一些 所謂的一個 CSR是一種 競爭優勢的來源 另外一個PayPal 我沒有帶進來 他的觀點會有一點接近 但Anyway 在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是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選擇 可以來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如果處理完 到這個所謂的一個 賄賂的話 我們先跳到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跳到下一個好了 環保呢 就個案裡面的講法來講 我先簡單的提一下 Briefing好了 就個案裡面的講法來講 的時候呢 是說 現在重慶第二公司這一邊 他們打算採用的是 是依據歐盟標準的 這樣子的一個 廢棄物排放的 這樣的一些管制的設施 它的好處是 它確保的是 排放的物的那個 比率要很低很低很低 甚至我們可以講到說 在那個情形之下 至少就目前的科學研究之下 那個低到的是 對人體完全沒有危害 對環境沒有危害 然後呢 但是在中國它設廠的 這個地區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 這個東西 並還沒有被建立成 是一種 所謂的一個 管制物 會被約束的東西 所以 在中國來講 中央這樣的產品 的公司的時候 他們都 不會去蓋 這麼昂貴的一些環保 之類的一些東西 甚至很多的人 蓋出來 只是符合到 一些最低當地的一些 可能 廢水排放法規之類的 因為管道廢棄下 那麼多的一些 特定物質的一個 排放的那個東西 所以 這上面的成本差距很大 就是在現在 這歌仔裡面的一個 描述是像這樣子 好 那這裡面 目前看到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對於德國人來講 德國人 對於流來講的時候 這家公司 針對他 其他所提出來的 化學物質來講 應該用歐盟的標準 還是用中國的標準 這家公司 對流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應該用歐盟的標準 還是用中國的標準 歐盟 為什麼他覺得應該用歐盟的標準 為什麼連會覺得應該用歐盟人的標準 因為我們是一個 人類型的 我們公司就是 我們是一個跨國性的 全國的 你一個中國人 去那邊管德國人的價值觀幹嘛 而且你德國人比較高級嘛 為什麼要用你們中國人的標準 所以他是因為 德國人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標準 所以 德國人要把他的規矩 放到不同的國家裡面來做 還是會有其他的理由 他的合夥人 以前任職的化學公司有發生過 沒有妥善管理化學物質 所發生的爆炸案 所以 另一方面來講 這個東西是可能有一些 後果的 Economic consequences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除了說 一好會有爆炸案之外 這爆炸案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對於公司來看 首先工廠也會停工 然後還有利害關係 人的生命安全 或者是 健康會受到損害 是 然後再來還有 公司的高層頭會面臨到調查 是 所以基於這些原因 你覺得說 他會覺得先不要動這個東西 就是 在那個照後速的標準來做 好 那 對於中國人來講的時候 新的方法沒有出來囉 對中方來 如果你是成的話 你覺得 假設你是成的話 你會基於什麼樣的理由來反對 用歐洲的標準來做這樣子的環保 環保排放的東西 如果你是成的話 或者我們換一種問法來問好了 來有一家 類似的抵禦 來比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 有一家公司在 站起來好嗎 有某家公司在台塑賣寮 不是 台塑在賣寮那邊 蓋了六親 六親這邊會有一些 排放物的問題 然後 根據 目前 根據在外 在一些中心大學他們之類的 調查的結果 是說 在賣寮這邊的 居民 他們的確 有相當高 異常高比率的一些 呼吸器官等等 之類的一些 疾病 這樣子的東西 他們認為 是跟賣寮的這邊排放 是有關係的 同時 在美國那邊的台塑工廠那邊 也發現說 對他們的標準來看 發現說 台塑美國的這個排放的這個東西呢 它裡面 比率上面排放的 廢氣物的 不當物質的比率太高 也因此 它被在美國當中 被重罰了 大概有 五 五億美金 的一個代價 然後呢 並且 因應像這樣子的東西 台塑也 照著 德國 在歐洲的標準 蓋出了 像這樣子 新的 排放措施 所以呢 技術上面可以做到 符合標準的 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是台灣的台塑的話 你會不會動手 你會繼續的 裝作 這個事情 我是依法行政 所以跟我無關 你說的那個什麼 排放那個東西 在科學上面來講 你並沒有充分的證明 而且我是合法的 你不能夠歸咎我 所以你決定繼續讓它排放 還是你覺得說 你現在應該要改了 如果是在台灣 你是台塑的員工 台塑的那個 六人小組的話 你會選擇來改 來改善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你會選擇 繼續照現在的標準 再做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如果那個東西 你看喔 現在問題出來了喔 如果你們都覺得那是 你們會想改善的話 那類似的例子 你會過來看 為什麼塵會不想改善 自身處地一下 塵那個人為什麼 會不想改善 一 你覺得塵是因為 基於 一 他不想花這個錢 好 塵是一個節省的小孩 我們先保持這個可能性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可是為什麼送佣金 就不節省了 奇怪 百分之一耶 所以 我覺得 中國當地 對這種環境的意識 沒有這麼重視 所以 你覺得說還有可能性 是來自於說 對於 environmental的危害 上面的一個 awareness 好 他們別的選 別的選 其他 那家公司也沒那麼多資源 所以 第三個 可是我沒有足夠的一個 capital resources 可以丟進來 我覺得是 就是他們在 長短期的 任期上 就是中國人比較 重視要立竿間 比如說 剛才你講到 抗物學的部分 那就是他可以 把它轉到 短期的進來 可是在長期的 環保程度上 可能要 收到成效 會要 一段時間 甚至很多 你所謂的成效 指的是 對環境的成效 還是對於你公司 或是營運的成效 對於公司 或者 就是做好環保 能夠成分協商 然後或者說 帶進 有沒有可能做好環保 對於公司的營運成效 一點也沒有幫助 只會讓人支出 有可能 那這樣子公司該不該做 我覺得要適當的 讓大家知道 比如說讓政府知道 像是 在中國他們 如果願意給 呃 就是員工好一點清水 他們會給他一個 高薪企業的 的 呃 的牌子 所以他們就會政府 會提供他們更多的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 一直推移 你們知道在前幾年 那個 育月光 聽過沒有 育月光 育月光有造成廢水害 你們知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最近被提名那個 台灣最佳的CSR企業 有哪幾家公司 育月光 好 好 來沒關係 這樣表示你們有關心 實事不錯 來 所以 那要問到新的問題囉 這些對於環保 看到中國跟德方 對於這個態度 是不一樣的 你覺得這樣子的差異點 是來自於文化上面 雙方對於環保這個東西的價值觀 就不一樣 還是來自於經濟發展程度之下 造成的不一樣 覺得是比較偏向經濟發展程度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Focus在環保這一塊 對環保這一塊 對環保的態度差異 覺得是經濟發展程度上造成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覺得是文化的人 能不能造成的 有一個 好 我最喜歡聽少數民族分享 分享一下吧 少數民族 文化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長短期的部分 後面那位同學呢 我也覺得是 就是長短期的 你覺得視野的長短期 造成了對於環保 會比較觸動長期的概念 那如果我告訴你說 環保這個東西 就長期來看 對於公司來講 依然是一個 不會增加收入 除了增加成本的付出的時候 你還會覺得這是一個 長短期的選擇嗎 可是它會增加整個社會的成本 它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成本 社會成本跟企業成本 那種屁事 所謂的經濟學外部系 你們就是指的這種東西嗎 就是對切形要比較好 切形要好的話 社會者就比較願意購買的產品 你也會找拼到比較好 真的喔 來來來 我問一下喔 呃 你知不支持反送中 你知不支持反送中 不支持也 就就是 還好 就是 好 中品 好 你有買過何韻詩的 任何產品嗎 沒有 何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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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歌手 對啊 為什麼你都不會買它呢 他為了 他為了宣揚這種理念 到現在不是就很多 很多商演機會就少 他形象變好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的 他有賺到更多的錢嗎 他又不是一個企業 他也是一個產品吧 他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個人的企業吧 他現在是獨立藝人耶 自己賣自己耶 對 就 就 你不用營運實體 你用 你不用那個法律的定義 你用 作用那個 營運的定義來看的時候 他是一個喔 何韻詩 就是他是 就是站在中國 他是在跟中國的政府作對 可是如果你剛剛講的是企業的話 他對於 就是 注重環境 他其實是跟政府在同一個分線吧 不是不是 以剛才何韻詩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事情是說 一 台灣反送中的支持群眾蠻多的對不對 好 二 所以照那個邏輯來講 因為我有做好這個事情 會得到更多 更多台灣人的支持 所以三 應該會有更多的台灣人 願意來 來 聽我的歌曲 採用我的產品 採用我的產品 這就先找到另外一個層面了 因為我們現在不需要 花任何的錢 就可以聽到任何的音樂 好 所以做音樂的人 本來就是白癡就對了 不會周杰倫賺的 寶寶的啊 不一樣 他不是主做音樂 沒有 他騰訊那個賺到翻囉 這一次的 好 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議題 就快速的解決掉它好了 好 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東西是來自於經濟發展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環保這個議題 跟經濟發展有關的 誰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經濟發展好幾個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經濟發展好幾個 國家他們的文明可能已經進化到 所以你覺得文明之間是有差異性的 是有誰優於誰的 而不是相對的 我覺得有進程上的順序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優劣 OK 對啊 我覺得是 就是舉個例子 像在比台灣來講 可能30年前50年前 誰在乎誰跟你care 什麼廢水開不開放 就我媽她那個年代她在打工的時候 也沒有人告訴她說 她曾在日月光當過的那個女工 也沒有人跟她說這樣子 作業員 作業員 對這樣子 對啊 但是現在如果就一直拿出來 那就是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跟經濟發展的程度 是有相關 OK 就是 大家都覺得是經濟發展 可是我覺得像是 美國他們也是經濟發展超好的 國家 但是他們對這種環保 超級髒 對啊 全世界最髒的國家之一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會比較偏另外一個 我覺得思想方面 我覺得歐洲他們本來就是 比較偏左派的國家 就是 他們以前有一個思想家 是 就是 他們不會以賺錢為第一個優先 是 他們還會再去思考 對各個面向的 的 OK 好 那 利用這個機會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第一個來 剛才覺得說是 跟經濟發展比較有關的人 那我好奇一下了 對於今天來講 這個所謂的一個 該不該採用歐歸的環保標準 這個事情 如果你是留的話 你會怎麼決定 就你們剛才兩位是 比較支持的事 來自於是 跟經濟發展有關的人 我想一下 謝謝 我覺得 如果就公司本身 他就 沒有錢 去投入這個的話 那 根本就沒有辦法談 談這件事情 所以他資金反而就不夠了 就髒 就繼續髒下去 在這個現實下 就只能這樣 他就沒有 我就是沒有錢可以投入 那我在融資的話 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嗯 那假設說那個錢是 我可以負荷的 只是會讓營收減少不少呢 我會有獲利的苦 我還是會有獲利 只是獲利會大幅減少呢 那我覺得要 不能是 某一個 極端 就可能是 要 就是照 階段來 不能一次就要到位 這樣子 不符 公司就做不到 很難做到 我覺得 所以你就寧可 先讓你周圍的鄰居 先生點病 利用這個機會先賺點錢 因為這個叫做 在一個現實社會來講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況且我現在並沒有叫你死 只是叫你生個病而已 如果我是那個的話 應該會是這樣子 就考量現實跟理想 做出一個比較中間的回答 好 那我來問一下 你們剛剛有很多的人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來自於是 比較偏向的是跟所謂的 等一下 剛剛有三種 跟所謂的一個文化有關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會怎麼做 針對環保這個議題來看 認為跟文化有關的人 我覺得 其實 因為他們是想要說 要用德國原創進口 那其實當然價格上會很貴 那我覺得 其實我是贊同說 如果你短期內 花太多的成本在這上面 讓你公司營運下去 那你一切都擺盤 但是大家其實沒有想到 或者說不一定是德國的東西 才可以達到 所以試圖找尋替代的方法 來去模仿到 類似的效果 那假設找不到替代的方法呢 找不到的話 那我會還是短期內 要採用德國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其實 因為 雖然我是 但 我嘗試把自己放到德國人的位置上 那他們一定是比較 遇重這個長期文 的 這個 利益 不能講利益 就是長期的 比較有長期的眼光 所以 其實因為他們身為一個跨國公司 所以 他們儘管在這個地方 可能有花比較多錢 也不一定會得到 這個 短長期的利益 可是他們在全球的市場 他們都可以來 來訴說 他們在中國這個時機的case 讓人家知道說 他們其實是 這個標準的意思 OK 好 所以文化的人 還有誰願意分享一下 你的處理方式 文化的人 我也是比較善於文化的 就是 還是 應該要採用比較好 好一點的方法 理由 理由是 就以文化這來說 我覺得企業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 所以企業文化可以跟當地多個文化不合 所以企業文化可以跟當地多個文化不合 就是 我覺得要慢慢 就是因為企業文化長成是長期的 你不可能一下子 如果不合的話 在裡面的員工會不會有精神分裂的狀況 那你就 要聘請 符合你企業文化的員工 好 這個問題問得有點 太複雜了 沒關係 我們剛剛有第三種選擇 是來自於說 他認為說 可能跟文化之間的關係 雖然有關那可能不是那麼大 更大的可能是來自於是這個 awareness 對不對 那對於你來講 你的解法是什麼 嗯 你的 你會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是流 你要怎麼處理環保的問題 走心跳過 我等一下還在回答 不行我馬上就要解 就要下課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用 用德國還是不用 用德國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潮流吧 未來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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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就是環境這個東西 它就是整個地區就是整個 嗯 對 所以我們這樣 好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喔 如果今天 我剛剛那個問題去問 今天你們看到的文章作者 Dawson的話 他會怎麼講 你們覺得他會怎麼講 我問的那個人是Dawson的話 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了嗎 那你看完之後 如果你今天把 看完之後 假設你今天就是 你假裝你就是Dawson 用 完全用Dawson的概念來做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你會覺得是符合當地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有提到就是 前一篇的文章 他就提到應該要是 就是 英帝 或是英文章 就是他有 他有提到超配 可以配的東西 除了 他其實有講那個 瑪西爾講很多其他的東西 有很多 在這裡就是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會怎麼做 應該要問德國吧 因為他需要追求健康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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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因為如果問Dawson的時候 Dawson會告訴你的 是跟你起初的那個東西一樣 很重要的元素叫做健康 因為 健康這個東西是 我們這個社會當中存在的一個 每個人都有 全力追求自己的 健康的Code Value 所以 基於維護這個Code Value 的一個原因來看的時候 我必須要先維護到 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環保的標準 來避免到 我傷害到不同的元素 好 那 沒關係 你們先走 然後 今天這個課程當中 我本來所希望的是 來繼續說是 你們可以稍微的用一下 嘗試試看說 能不能夠用 文章上面介紹的一些觀念 來方便你做判斷 那所以下禮拜的時候 或許你們可以嘗試著 朝向這樣子的方向來做 然後第二個部分 是來自於說是 以各位今天來看的時候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我不是很確定你們對於個案 看的是不是很熟悉 因為在問到你們個案的重點的時候 很多的人可能因為 不到好意思講 所以呢 並沒有辦法把你們判斷的幾個 重點的事件給拉出來 那下禮拜的時候 我們再試試看 那理想當中的事情是說 我們在第一輪問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到共同當中 可能一些關鍵的一些點 在那下面來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比較多的一些 可能可以聚焦的部分 好我們上到這邊就可以了 謝謝各位 謝謝 men